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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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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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法会呢就是要大众参与大众成就 大众分享大众欢喜 孤长难鸣独目难知 就是我们普通人来讲 叫一个狄八三根招 一个好汉三个邦 那么放在诸佛菩萨身上来说呢 叫一佛出世千佛拥土 你看这个释迦佛成佛了 这农术菩萨呀观音菩萨呀 这都是过去已经成佛了的 但是呢为了配合释迦佛的工作 降低自己的身份 就像一所大学新成立的 那么别的大学的校长来到这里来 做一个课做教授 这是什么呢 他本来也是校长 但是为了配合这一所学校的教学工作 为了这个推广 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 那么呢 可以说是降低自己的身份 配合别人的工作 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做一无二的 但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呢 我们就要求同随意 不能太当显自己的个性 如果每一个人都当显自己的个性 那么共性呢 就会减少 共性减少 那么这个团体呢 他就显得没那么和谐 没那么关系 没那么自在 所以呢 这个师父呢 这是因为这个 从这个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话题呢 也想到我们这个要 要关系 要参与 要付出 要分享 但是在居士们学佛啊 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 要跟对一个师父 以前老朋友经常讲 叫懵懂 壮懵懂 一壮两懵懂 师父下地狱 徒弟往里谷 前夫后继 乐子不疲 欢欢喜喜去轮回 九条油的拉筑 这个是业力使然 也没办法 但是我们大家呢 要有这个 因为佛陀教育我们呢 学佛的人呢 要有 要发正道 第一个就是正见 正知正见 用了正知正见才有正确的方向 这第一点 要选一个 正确的老师 正确的师父 第二个呢 要选择一个 如理如法的道场 为什么道场它也叫红田 就是一块地 这块地 因为我是一个世代雇农 所以呢 我对这个动地是很有经验的 你比如这块地 你要想让这个地长出好的桩架 要让那个土地回物 每一年都要翻一看它 用牛羹也好 用橙桶也好 再一个呢 把里面的石子瓦砾啊 杂草都要捡一捡 那么这么一块地呢 它才能回物 才能长出这个 长得桩架呢 才能这个让我们得到丰收 道场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道场 就相当于一块地 福田呢 我们经常要有这个 早晚功课 要诵经 比如说 如果说出了佛事 墨语不响 金也不念 也不打坐 也不念金 也不上贡神之 佛钱也不贡 水也不贡 灯也不燃 你说这个道场 这个福田 怎么可能这个有福呢 怎么长出福呢 《乐严经》里面讲 因地不争 果昭于虚 你说你要种一个苦瓜的种子 它怎么可能就长出西瓜来了呢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有这个 选一个正确的老师 第二个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场 那很多人也都会想 孩子哪里都有佛嘛 什么哪里都有经验 哪里都有佛呗 不都一样吗 那就像学校一样 哪一个学校都有老师 哪一个学校都有校长 哪一个学校都有教室 那为什么还有所谓的隐气大学和长青森大学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主角 不要说是这个 把随缘当随便 把放下当放弃 那么这个就是理解错误 比如说学校也不一样 医院也不一样 是不是医院也有医生啊 有院长啊 有各种检查的设施啊 但是为什么有的医院 叫什么三甲医院啊 有的就是什么什么细的医院 被承包了的医院啊 天天在母肚上面 被人骂得不去喷头的 那能一样吗 那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相信母肚和淘宝 可能就不靠 这个 就说的这个 母肚母保 就免得食物将来被人起诉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大家呢 规格阶级呢 要有正知正见正思维 有好的开单 有成功的一半 我们只要方向对了 我们速度慢一点都没关系 迟早都会这个达到目的 就像我们要去唐人街 你肯定要往曼哈顿的方向走 那因为走路走两天还对了 如果说你往曼哈顿的方向走 你跑的越来 一定正确的 比目标越远 越远 所以啊 选择正确的目标 有一个正确的知见 有正确的方法 那才能得到正确的接口 那么呢 这个 这就是师父呢 因为这个 啊 里面的这个参佛呢 呃 产生了一点想法 启迪了一点智慧 跟大家来一点分享 啊 那今天呢 这个就 啊 昨天呢 这个长文法师们来 这么一隆重介绍 用他们来一口介绍 今天就能不能介绍一下 长文法师 阿弥陀佛 微笑法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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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法师开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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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